我用顯微鏡來看一下毛孔 跟等一下卸完妝的毛孔的對比 這個髮圈綁得很緊 一整天的頭型都這麼好看 這款可以讓假睫毛真的黏得超完美 穿那種細肩帶洋裝啊 不用貼胸貼真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嗨 配方 今天的影片要來介紹 五款超過五年以上的愛用品 然後我會一直持續回購的真愛 非常的精彩 首先第一款是跟變美有絕對密切關係的 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皮膚不好吧 當你皮膚好的時候隨便化妝多好看 然後妝也會更服貼持久 所以我覺得肌膚保養是最重要的一款 但是在肌膚保養中呢 清潔又更重要 尤其是有化妝的一定要卸妝 那我常聽到有人覺得說 像是卸妝油一定是濃妝使用的 其實不是 卸妝油超好用 每天都能用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知道防曬很重要了 我也說過很多次了 即使你不上底妝 你只要出門一定都要塗防曬 但是呢 如果你是使用那種高防曬系數 又有潤色效果 還有很多是主打那種持久防水型的防曬 你就應該要搭配卸妝產品去把它卸乾淨 更何況呢 如果你有化妝的話 像是彩妝品啊 防曬其實都有油脂的成分 如果你沒有把它卸乾淨的話 毛孔容易阻塞 就變成毛孔粗打擊 然後反而容易出油啊 冒痘 長粉刺你的肌膚困擾就來了 好現在呢 就只塗了防曬跟粉餅 然後我們用顯微鏡來看一下毛孔 跟等一下卸完妝的毛孔的對比 哇有沒有看到 基本上看不到毛孔耶 然後就看到一堆粉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黑黑的鼻頭粉刺 但是我想應該有人也有聽過 就是用卸妝油覺得卸不乾淨 或者是用了某某卸妝油之後 結果長痘痘了 對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市面上的卸妝油也是有分很多種的哦 不是所有的卸妝油都好用 尤其是市面上有那種礦物油的卸妝油 通常分子比較大 確實就容易殘留 你想有東西阻塞毛孔了 那當然就容易有髒污啊 會長痘痘 所以呢 一定要選對那種植物油 然後最好是分子比較小的 說到卸妝油 我最喜歡的就是植唇秀 我相信大家都對植唇秀截言 有一點都不陌生 非常經典任外 又有很多款可以選擇 但如果要我推薦首選 哪一款 就是這一瓶棕色的 全能奇蹟精翠結鹽油 它是99%的天然植物萃取的 頂級精油成分 那精油的分子呢 非常的細小 就可以去深入毛孔裡面 把殘妝啊 髒污都溶解出來 才會卸得乾淨 平常使用的時候呢 就是按壓三四下 跟一般卸妝油不一樣 是精油質地非常的滑順 清膚跟水潤 你在卸的時候呢 完全不會拉扯 或者是摩擦到肌膚 超溫和 輕鬆按摩 就可以把彩妝都卸乾淨了 然後呢 更重要的步驟來了 就是卸妝油 一定要加一點水乳化 沒有乳化的話 就很難沖洗乾淨 沒洗乾淨 那當然皮膚就容易變差 或者是長粉刺痘痘之類的 那如果你挑選本身 就比較好乳化的卸妝油 就會省事很多 子春秋超好乳化的 他們家獨家的一個乳化系統 是失手也可以用的哦 這點非常的貼心 因為很多人使用卸妝油的時候 通常都是在浴室洗澡的時候 可能開水龍頭的時候 不小心就已經把手弄濕了 所以失手使用 其實是還蠻方便的 那沾水乳化 然後洗個三四次之後呢 就可以超快速的 輕鬆溶解那些比較持久啊 防水性的彩妝 最後當然記得要用大量的清水去沖洗 它洗完之後是完全不油膩的 很清爽 就像你已經用完洗面乳洗完的那種 乾淨毛孔會呼吸的感覺 我還特地有拍那種毛孔特寫 就是你看我卸妝前後 你就知道它是真的可以把 每一個細小的毛孔都卸乾淨 尤其像是鼻頭鼻翼這邊 如果你上妝會有白芝麻之類的 你就可以用卸妝油 就是稍微的多按摩一下 然後呢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有接睫毛嘛 這款接睫毛也可以用哦 它算清潔力很好 可是它不會去溶解接睫毛的那個黑膠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 它清潔效果很好又溫和之外 重點是保濕力也很好 因為我自己的肌膚算是偏乾的 然後到加州這裡呢 加州氣候又更乾 平常就會更重視保養品的保濕了嘛 那這一款的話 它裡面直接就有添加了 日本天然成分 山茶花籽油萃取 主打呢就是使用八天會讓肌膚水嫩亮啊 越卸皮膚越好 我自己使用確實是覺得卸完之後 肌膚是真的保濕柔嫩的 有那種邊卸邊洗邊保養的感覺 用它就真的很安心 好用一身推 紫春秀的結顏油 每一款其實我都很喜歡 但這一款的話呢 就是首選推薦可以試試看 接著呢 第二款愛用品要介紹的是 我覺得所有需要綁頭髮的人都需要 Ello Ericsson的彈力髮圈 這是美國的品牌 但是台灣也可以買得到 因為像我們在綁頭髮的時候 最討厭就是橡皮圈 或者是髮圈會咬頭髮 掉髮已經夠煩了 你橡皮筋還把我的頭髮帶走 那或是有一些髮圈 你根本用沒幾次就斷掉 或者是它鬆掉了 這個真的我用很多年了 而且是很多年都沒有壞 只有不小心被弄丟過啦 那它是這種螺旋編織的 跟一般不一樣是你近看呢 它是數十條 就是彈力繩啊結合在一起的 彈性很好 又很耐用 你只要綁一次 就可以維持一整天 都不會鬆掉 我不誇張 你買就知道了 能夠綁得緊的髮圈 非常的重要 我現在把那個頭髮拆下來 給你們看 因為其實我是扁頭 我沒有圓圓的頭型 但是因為它綁得很緊 就可以讓我一整天 頭型變得好看 你看如果我照一般正常的 綁頭髮的話 我這後面會是扁扁的 所以我現在示範一下我平常綁 低馬尾的方式 然後就是留下我要的瀏海之後 左邊用手把它抓上去 右邊用手抓上去 稍微疏順一下 接著呢就直接用這個髮圈 繞三圈就可以綁得很緊了 當然看自己髮量啦 好綁好之後呢真的很緊 怎麼樣都不會鬆掉 然後你就可以去營造你爐頂 就是讓它比較蓬鬆了 像我是用兩隻手指頭去 把裡面的頭髮 就是整個區塊都拉出來 這樣比較自然 因為我看過有些人就是 只拉一點點表層 然後有一種空洞 空虛感沒有這麼好看 你看像我拉比較大面積的 這樣子一整個頭頂 有沒有就膨起來了 然後呢你還可以再拉第二次 好第二次呢就是縮小範圍 我剛剛是拉在這裡嘛 然後現在就只拉頭頂這裡 再多拉一點點 這樣子正面的這裡 就是也會變得比較高 好側面再檢查一下 這個髮圈綁得很緊 可以一整天就是綁低馬尾 我的頭型都這麼好看 超好用的這個髮圈 好有用過的朋友 快留言一起勸拜 我覺得好東西值得大家擁有 那雖然你單看的時候 會覺得它比一般的髮圈 價格高一點點 可是它真的很耐用 一條抵人家十幾條了 彩性又很好 然後又不會鬆 我目前真的沒有用過 比它更好用的髮圈 我太愛了 那如果你有用過這個 然後你有發現有更好用的 也歡迎留言推坑我 我也可以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反正愛用品的分享影片 就是大家互相交流嘛 我有好東西分享給你 然後你也可以分享給我 那是蜜糖還是毒藥 真的就是要試過才知道 接著呢第三個要分享 我超過五年的愛用品是 等我 我拿一下 五層化妝棉 對就是這麼日常的糟糠期 像是化妝棉這種小東西 價格又便宜 常常被大家忽視 或是看到有什麼新品 就覺得買了也沒關係 反正你一定都會用完嘛 因為你一天至少會用到兩三次 像是保養的時候 用化妝水啊 或者是濕膚啊 卸妝都會用到化妝棉嘛 但是 如果你也試過很多種化妝棉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要找一款好用的化妝棉 不是這麼容易耶 我曾經把屈臣式官網上面 所有的化妝棉 都買來試用過 然後就發現太厚的話 很浪費化妝水 像是那種前陣子很流行夾心的嘛 中間有棉的 那個還會掉連續耶 然後有一些化妝棉 講求濕膚的 其實它的材質又有點太硬了 根本就不服貼 然後磨擦起來也有一點會痛 然後有一些是太軟太薄的 你根本就沒有那種濕潤的感覺 會磨擦肌膚之外又很難推 太大太小都不方便使用 用了一圈之後呢 我發現五層化妝棉 它最符合我的使用習慣 因為我可以隨心所欲 依照我自己今天想要怎麼樣使用 就去調整我要用幾片 那是我平常如果是保養用化妝水的話 我就撕一下三片 三片就夠用化妝水了 那如果要濕敷的話呢 就是五片嘛 就整臉都敷完 卸妝我也會用五片 它卸妝真的超好用的 因為你一次用五片眼唇卸除液 吃潤了之後呢 你就卸完 髒了 換一面 換一面之後 撕下來 又是乾淨的一面了 又可以繼續卸 然後再撕再卸 所以基本上我兩邊的眼妝 只要一張這個五片的卸妝棉 就可以把兩個眼妝都卸得很乾淨了 然後又很省眼唇卸除液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我會一直不斷不斷不斷持續回購的 超好用的 你可以試試看 好 第四個呢 就應該不是每個人都需要了 但如果你需要的話 相信它會變成你的最愛 DOP的睫毛膠水 如果你本身喜歡黏貼假睫毛的朋友的話 我大力推薦這一塊 因為很多人不會黏睫毛 或者是覺得就是黏假睫毛很困難 有很大的問題 都是睫毛膠水的錯 太快乾 太慢乾 黏性太弱 都會東翘西翘 黏不好 那如果黏性太好的話 你卸妝的時候 眼周可能還會痛 那這款假睫毛膠水的話呢 直接就有日常款502可以選擇 那如果你需要比較強的黏性的話 你就用552 因為我真的用過太多假睫毛膠水了 那種按壓式的 常常你不好控制用量 這一種筆刷的 加上它的彈性很好 你可以用很少的膠水 就把你的假睫毛貼得很緊又很乾淨 然後直接把我的睫毛拆下來 然後示範給你們看 這款睫毛膠水它的刷毛很細緻 所以你可以用很少的用量就夠了 然後加上它黏性很好很足夠 你可以貼出很乾淨的就是假睫毛 不用擔心說你的睫毛膠水用太多會溢出來 就是白白的不好看 你就把它刷在睫毛梗的有一點斜上方 這邊 然後從中間開始貼 能夠越跟你的真睫毛根部是越近是越好的 然後眼尾 調整一下位置 然後最後是眼頭 甚至你可以把你的真睫毛跟假睫毛夾一下 那像現在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懶得刷睫毛膏 我就直接用它貼在非常的睫毛根部 整個跟我真睫毛是黏在一起的 但因為我的膠水用量比較少 我也不用擔心說那個膠水會跑到我眼睛裡不舒服 所以就這款睫毛膠水我很喜歡 分享給你們 那接著第五個要介紹的 來來來來 自黏胸墊 沒錯跟一般胸墊不一樣 它上面多了黏性 好用的地方在哪呢 其實我從生完小孩之後 我就開始沒有辦法穿那種有鋼圈的內衣 我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現在就很追求那種自由舒適感 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會穿這種 無痕的像背心一樣的 可是它有胸墊設計 就是不會露點 可是是很舒服 然後你外露也蠻好看的 但是有的時候你會穿一些細肩帶的洋裝 小可愛比較正式的禮服的時候 多半可能就會貼胸貼 可是胸貼就是貼久了沒有這麼的舒服 我就發現這一種自黏式的胸墊 它的黏性不是像胸貼或者是牛布拉那種黏在你的身上 它的黏性是黏在衣服上的 等於你幫那一件洋裝縫了一個胸墊的感覺 可是它是可拆式的 我就覺得非常的方便 但它的使用上也是有一點限制的 就例如說你穿T恤可能就不方便用它 它真的就是很適合穿那種細肩帶洋裝 然後剛好可能有一個胸型設計的 就是把它黏在那邊不會掉 然後基本上就是比較合身的衣物 我覺得它是適合的 然後還有像是比基尼泳衣 那種就是可以明顯放一個胸墊在那邊的 都是適合的 但是它遇到水就是黏性會沒有這麼好 所以可能不適合下水游泳 拍拍照可以 然後你就會發現 哇不用貼胸貼真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好那我現在穿的這個無痕內衣 真的很好穿 你看外露也不難看 然後這個的話呢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好像介紹過了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列入在今天的主題裡面 但如果還不知道它的話 我也會把它的連結放在資訊欄的地方 你可以點開來去看看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整理了5個 我愛用超過5年的好物門 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們 感謝收看有任何問題都歡迎留言 我們下次見 Bye